大家好,我是Puzzle,香港的獨流遊戲開發 這段影片就展示給大家看現在正在製造的角色的自定物理 只是用Waycast來製造的,Support 3D的自定物理 你看到無論是走到墻壁,角落,都完全沒有問題 跳動,地心吸力的支援,全部都可以自己設定 除了平地斜路,斜路上面的碰撞障礙物都沒有問題 全部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很順滑地走 包括一條不斷改變角度的一個粗糙的路面 都可以完全支援,不會有任何錯誤發生 如果在一些角度爬不到上去的話,就會有這個現象 不斷走不斷走都會滑下去 可以很努力地不斷跳上去,都可以 除了平地之外,就是互動了 其他如果有東西移動的東西,都可以完全支援碰撞的 剛才剛剛錯過了一個和空中的移動平台的碰撞 現在再來一次 首先,會移動的東西和人物是會推開的人物的 人物在移動的平台上,也可以隨意行走,跳動 都沒有問題 再來就是 在固定的物件上面 轉到移動平台上面,都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自定物理的做法呢 簡單來說是 寫一個 Widget Body 跟官方的Widget Body不同的就是 做的東西沒有那麼多 純粹是根據遊戲的設定 來做 這裡看到一個component是Widget Body 開了所有的D不拉出來 大家會看到 身體各部分 是分別去做Widget 這個我叫做 一個 T型的Widget 向前的T和向後的T 可以支援所有的障礙物的環境 全部都可以很流暢地運行 身體不同的部分 身體不同的部分 鳥支援就可以達到 當身體不同的姿勢 都不會有 視覺上的穿牆問題 無論是斜路還是平地都是一樣的效果 再來就是移動平台 那為什麼會用一個Widget Body來做呢 大家就會看到 移動平台動的時候 前後的T型是不同的方向 是跟著平台的 如果人物在這個平台上移動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兩對T型的出現 一個就是 玩家控制角色的時候 給Widget Body的Velocity 而另一個就是空中平台 給玩家的Velocity 而這樣的做法 無論多少的互動都可以支援 在這裡除了可以物理支援之外 所有的狀態 人物的狀態 都可以正確顯示出來 這個就是有助 去控制 Animation 你會看到所有動作都很流暢 走不接到的 然後下來的就是 差不多都是一些動作的示範 所以 你會看到 搭配